大家好 又回到逆史奇招系列 我們今天請到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Elisa來 和我們分享一下究竟生產力促進局在逆史下有什麼策略和奇招 Elisa你好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都聽過生產力促進局 但其實生產力促進局是什麼公司 或者是做什麼的 好的 我解釋一下和介紹一下究竟生產力促進局做什麼 生產力促進局在1967年已經成立了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採取先進科技 亦是用一些創意技術去幫助企業如何提升他們的生產能力 我們特別會幫助中小企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新的new normal 新的常態的情況之下 很多公司在他們營運的模式上都作出一些改變 我們亦都幫助中小企 看看怎樣可以幫助他們在營運上去轉型 亦都可以提升他們的競爭能力和生產能力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叫做工業4.0 我們都著力去提倡在香港做一個再工業化 大家知道可能生產已經很多時候去了一些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因為現在有人工智能各方面的東西 怎樣去提升那些生產能力的時候 我們亦都提倡在一個再工業化 亦都讓多些香港的企業可以在香港做多些生產力的東西 那在疫情期間對於你們公司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你猜不到我們那麼辛苦 其實我們是請超過100個員工去加入我們 現在在疫情期間我知道很多人都可能沒有工作 可能被人減薪 可能大家都很愁 未必有份工作很擔心 但是我們還在請100個人 在工作上我們在公司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部門 包括了Smart Manufacturing 智能製造 我們也有Smart Cities 我們怎樣去令到我們的城市更加智慧一點 智慧城市 數碼化 沒錯 沒錯 也有AI Robotics 各方面 我們在不同的部門裏面 我們都增加人手 就是幫助我們去發展我們的技術 也都是幫助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幫助中小企怎樣可以轉型 去提升他們的生產能力 所以我們在不同的部門都在聘請人 你不同部門都在聘請人 可能超過100個名額裏面 有沒有一些 specific 你是要多聘請哪些人 或者其實你們聘請什麼人 剛才我有說到 因為我們都大力去幫助我們的中小企 怎樣去轉型 大家知道我們生產能力 就是有一個叛官方的機構 我們也都幫一些客戶上面 去拿政府的資源 可能申請一些資金 我想最近大家可能有聽過 遙距營商 BBC這件事 我們也都請了很多的朋友回來 請了一些同事回來 去幫助我們去完成這個項目 譬如我們SME 即是中小企方面 我們也都幫助他們 怎樣可以在不同方面 去幫他們的營運上可以轉型 幫他們看看有什麼技術上面 可以提升到的 這個我們也會去做 嗯 那作為一間科研的公司 會不會我們天晚上空想 有些機械人在公司 平時可以控制一下機械 一些科研製作 哈利為什麼你會知道 其實我自己都很興奮 看到機械人在我旁邊走過 嗯 我們幫我們運送一些文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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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裡 將我們成動大樓 怎樣可以在改變 在改變我們的大樓 例如有5G 成動大樓有5G的時候 那些同事就更方便 你知道一些新的科技上 沒錯 我們甚至可以令到 一些門可以自動開門 一些機械人可以穿過門 甚至我們在研究 可以乘搭升降機 這些機械人可以乘搭升降機 幫我們送一些文件 去不同的部門 我們就希望在這間公司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 我們這些機械人 就不斷在我們身邊走過 好像電影那些網絡世界 有很多機械人幫我們傳送文件 那這個工作環境也很吸引 是啊 甚至除了你說一些機械人 亦都可以參與下去的程式 如何開發上面之餘 亦都我們有很多不同的Lab 可以看看環保上面 如何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例如可能污水 一些我們的Index上面 如何去做 我記得我們甚至是一些 Fresh Graduate 未必有經驗的一些朋友 同學生加入了我們的時候 他們都有機會進入實驗室 不過不是按鈕 只是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或者在一些研究上面 可以發出一些報告 看到究竟分析 一些數據上面的資料 你剛提到一些未必有科研背景的同學 畢業之後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一樣 未必是科研背景 但生產力促進局很吸引 有機械人在公司 有很多科研實驗室 那其實他們可否投身這個行業 或者你們之後有沒有一些培訓計劃 令他們更加可以配合這個行業 有的 我們在暑假的時候 我想很多企業都會請一些 Summer Intern 我們今年也做了一個Summer Intern 我們請了30個同事 不過你猜一下有多少個應用 30個同事 300 是4倍 Summer Intern 我們有超過1200個同學來apply 30個位置 當然他們希望在他們的暑假期間 更加充實自己 來apply了我們 在這兩個月的時間 他們就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體驗 很多不同的exposure 正如我剛才告訴你 他們是有機會 穿了一些帽子 帶了一些保護性的東西 進去實驗室裡面 真的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一些了解一下 一些了解一下 究竟情況會是怎樣 甚至也有一些 去真的體驗到 究竟原來現在 一些我們叫分析 究竟可以怎樣去做呢 我們怎樣去幫到那個中小企 我們流程上怎樣去做呢 我們全部都有經驗可以去做 甚至他們也有機會去我們 剛才我所說的5G 我們還可以駕駛這個無人駕駛 是啊 我也很期待 我也想去玩 等他們設定好 我們有機會去駕駛這個無人駕駛5G的車 雖然我不會駕駛車 我也想試一下 體驗一下 是啊 沒錯 在這個期間 有這麼新奇的公司 相信很多人都想加入 也有提過 疫情期間可能多多少少 我們行業之間都有影響 公司員工的士氣 有否可以維持在高的水平 我們現在開始想很多很多不同的程式 給我們的同事 當然在年輕人的時候 我們也都在看 給他們一些不同的development program 可能他們的經驗沒有那麼多 我們看看他們究竟欠了什麼 在公司上 我們怎樣可以給他們一些development program 除了之外 我們接下來 這個 冬天 剛才我說了 Summer Intern 我想很多公司 大大小小的公司 他們都會做一些Summer Intern 但是我們 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有一個叫Winter Intern 冬天都有 是的 我想Summer反應太好了 還有千多個人等 我們不斷地很多 收到很多不同的enquiry 甚至是一些oversea student 大家都知道 香港我們很多學生 都去了外國讀書 我們都希望給多些不同的機會 一些同學生 特別是一些在外國讀書 但是七八月未必是他們的Summer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讓他們 來apply我們的Winter Intern 我又給你猜一下 Winter Intern 大家知道應該很短時間 是的 沒錯 只有一個多月 你知道有聖誕 有新年 通常在年輕人都去了玩 你猜一下我們今年 收到多少的application 這次先補手一點 600 再多一點 是800多個 嘩 也有800多個 也有800多個 其實你問我自己 我就覺得 我要給一個叻 也給一個讚 這一班年輕人 因為大家知道 Christmas time 或者New Year time 大家去玩 是的 但是這一班同學 也希望在這些時間 雖然很短 可能是一個半月的時間 他都想充實一下自己 所以雖然我們是聘請30個 都是聘請30個 但是這800多個同學 一定要彈一下他們 他們的attitude 非常之好 態度很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行篩選的工作 接下來 也要看看 究竟有什麼好玩的program 讓他們 讓他們在這段時間 更加充實自己 可以怎樣得著多些東西 然後再回到學校園 再增值自己 之後 當他們出來社會做事的時候 他們的經驗就會豐富很多 很多公司都只聘請Summer Intern 你們又聘請Summer 又聘請Winter 為什麼這麼密呢 其實我們希望幫助香港 去引育新一代的Inno Talent 什麼叫Inno Talent Inno 大家知道 Innovative 的一些人才 尤其是我們做科研的時候 是真的有一些 很有創意性的人才 我們希望可以令到他們 除了學習之餘 也可以增加他們這一方面的經驗 讓他們去想多些 創意多些 將來就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才 如果一些已經在職的員工 或者同事 會不會都有一些program 或者一些盡性的計劃 有的 在我們新診力局 我們都很完善的一個 development program 給我們的同事 我們也有一個叫reverse mentoring 什麼叫reverse mentoring 即是說我們的executive director 我們有一個年輕人 就帶著他做他的mentor 逆轉的角色 沒錯 他帶他做一個mentor 就是你知道 年輕人現在想的東西 或者現在新玩的玩意 可能我們這些不知道是什麼 或者他們的思維 我想他們都很有創意 在我們做一個科研上面的時候 這個innovative的ideas 就很重要的 我們作為一個executive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要understand一下 一些年輕人的思維 想法的方法 我們亦都給予一些inize他們 但其實反過來 那些年輕人是給予很多inize 我們的 我們都想一下究竟 接下來的時候 亦都可以再加強在這方面的培訓 給我們的同事 可以帶著cheve executive的工作 哇這個經驗真的很難得 很難得的 同事亦都非常之很有挑戰 但是因為我很緊張 可能 但是我覺得是大家互相學習的 這件事情 我相信亦都很 對同事來說 甚至對我們管理層 我們接下來要去制定我們的策略上面 他們怎樣去做 甚至你說對整個局 我們的生產力局 甚至對整個香港的經濟上面 我也覺得很好的 起碼當我們制定一些strategies的時候 應該可以怎樣去做呢 會更加好 甚至連員工都覺得 已經參與了在香港發展的一部分 是的 我說到幾個部分都很吸引 如果我作為一個畢業生 或者我正在找工作 我也很想加入 最後如果說到這麼吸引 觀眾朋友很想加入的話 究竟有沒有一些提示給他們 可以求職來到生產力促進局 有什麼可以注意 令到自己的乘數可以加增 好的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不是讀專科的 是否不可以加入科研公司 不是的 因為在職培訓也非常多 但是反而我會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心態上面 就要很好的 你要裝備好自己 究竟你的心態上面是怎樣 正如我都說 這百多個同學 在冬季這個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 也應該是放假 放鬆的時間 都走來去充實一下自己 我覺得這個心態上面 第一件事 一定要裝備好自己 然後就想一下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有時你遇工作於娛樂 或者遇娛樂於工作 亦都是一個更加增加了自己的投入度 增加了自己的興趣上面 正如可能你打機 這些年輕人很喜歡打機 很沉迷下去打機 我過完一關又一關 我會不斷地去嘗試 其實你做事都是一樣的 你都要不斷地去嘗試 有新的想法上面會是怎樣去做 大家去交流的 這樣會做得更加好的 所以我覺得心態上面是很重要的 當然也不少一件事就是 你都要知道一下 究竟自己想走哪個方向 然後先去看看 究竟什麼工作是適合自己去做的 哦 這些提示很實用 給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大家很有興趣加入生產力促進局 記得留意HKPC的網頁 今天再次多謝Elisa來到我們的嘉賓 講到很實用的資訊給我們 希望幫到我們觀眾朋友加入生產力促進局 多謝 多謝 Thank you